今集的新人透視和大家透視一位朋友 就是在我們坐在中間這位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蔡經文 中文名字蔡經文 即是蔡英文的朋友 他的卡片很有趣 讓大家看看這個卡片 讓我走遲一點給大家 嘩 可以了吧 這個是二十年前的地鐵車票 我想這九十後未見過 九十後未見過 八十後就 問水問邊可能 關車邊見過這一張小童的單程車票 為何你景文 今集告訴大家他是甚麼人 為何你的卡片會設計到 好像一個這些車票 因為我之前拍了一個獨立電影 剛好封面又是用一個地鐵車票 即是用一個當年八十年代的單程車票 反正都是用一個地鐵的設計 不如自己把卡片都用到通用處席票的設計 那你知不知道以前的地鐵車票有甚麼用 以前的地鐵車票 即是當年 除了搭車以外做甚麼 搭巴士 搭巴士 還有可以是 搭巴士 搭巴士不能用地鐵車票 不是吧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 好理由 第一 坐九龍堂 坐九龍堂是可以的 是嗎 是可以的 不要緊 我想告訴大家 第一樣 阿媽最害怕的兒子 搞這些事 現在搞到裡面的池袋壞了又要買一個 第二樣東西 阿叔最喜歡用的是 刮鬍 刮鬍 是呀 想當年給大家聽 此件事發一次 好 好 剛才已經透露端藝了 Kamen就是獨立電影的導演 他剛剛有一套新作就是想畫 上來新人透視和大家透視一下這套新作 介紹一下你的電影好嗎 Kamen 我講一下我所謂新作 其實都差不多是今年年初已經完成了 那套戲叫做《不設防》 《不設防》 《不設防》就是房間的房間 是說什麼呢 主力就是一個 我猜 你猜一下 無殼我猶 沒有地方住 買樓很貴 類似 其實是說什麼呢 現在很流行 近幾個月 常常冒起了一個詞語 叫做《劏房》 好像近半年才有《劏房》 這個《劏房》有很多年 但《劏房》這兩個字 就好像很近期才冒起 甚至我拍攝的時候 都沒有這個詞語 一拍完就有了 是說什麼呢 就是《不設防》這套戲 就是一個青年人 香港的港男 你當他 1997年的時候 剛剛就差不多大學畢業 回到香港 誰都知道 在英國 類似是英國 其實不重要的 回到香港之後就麻煩了 誰知道1997年回歸 經濟又下滑 政治環境 所有事情 壓迫到青年人 覺得不如不要再奮鬥 因為他已經萬念俱悔 又失學 又失戀 又失業 倒不如他想了一條條 出來 倒不如就是 拿中環 吃中環 然後就住在一些劏房裡 他介入一條租 拿中環三千多元 再住在那些所謂劏房的地方 千多元 還有一千多元 他自己叫一下雞 有時是 吃著 你不用花太多錢 你不上班 其實也不夠花 一千多元 就是他想 勉勉強強 但起碼不用做 因為知道香港 就算做 就算奮鬥 你也是沒有很大的前途 倒不如做一個廢人 他覺得做一個廢人 是對於社會最大的控訴 因為社會 我奮鬥完之後 你不給我將來 倒不如我便做一條懶蟲 拿你政府的資源 全港幾百萬人來供養我 我不好嗎 他用這個方法 就住在劏房裡 一住就住了很多年 直至出現了一個 由內地來的妓女 性工作者 對 性工作者 即是機緣巧合裡 跟他住在劏房裡 發生了很多古形精怪的事情 表面上是說這件事 其實那戲《真真正正》 男主角就是暗喻我們香港人 而內地的性工作者 就是暗喻我們祖國的同胞 或者我們的大陸 其實整個戲都是一個政治的暗喻 暗喻我們現在的香港的政治形勢 是幾暗不堪 那暗喻是甚麼 可否再說多一點 內地性工作者是甚麼意思 暗喻那個 某程度上 那個性工作者 就入了這個劏房裡 其實這個劏房 其實都是暗喻我們的香港 進來之後 好像 我們經常出現一個詞語叫做 黃蟲 黃蟲就是 進來之後 蠶食我們的地方 這個性工作者 也有些像這樣的情況 就是進來之後 好像霸佔了這個地方 也都 來的時候 又不知為何會進來 好像 就正如我們香港人 為我們大陸 收回我們 都好像靜悄悄地收回 而不斷地蠶食我們 亦都好像溫水煮蛙 我們香港是被 怎樣說 香港人的定位是越來越模糊 變成了好像我們成為了 又不像完整的大陸人 但我們 原本香港人的身份 又不知為何會失去 還有很多香港的核心價值 都慢慢被洗顫 嗯 其實最近公民黨的反應 你也看到 那種 即 往時十年前 我們還說法治 香港人 乃爾很驕傲 我們很法治 我們很文明 但是 已經開始慢慢變得 很含糊 是嗎 我有時都會 見到一些新聞 我們很猛 即那種官商勾結 那些事情 一定是政治民生 是無法勾 因為互相一定掛勾 我認為以前不是這樣 我們的香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以前沒有互聯網 我們沒有上網 我不知道 我們的港英政府有多麼黑暗 但是我發現 以前我們的香港不是這樣 沒有那麼亂 沒有那麼 叫做 政府都好像幫助有錢人 幫助有錢人的勢力 那些霸權 那種橫蠻無理 那種 好像以前沒有 是何時開始的 好像近幾年 應該是九七前後開始 是嗎 是 因為要排斥英資 而中資那種的 或者港資 應該這樣說 其實大陸就給予很多 好處 在預備好多的好處 給港資 例如你看 經常說地產霸權 從哪裡來呢 有人說是在屯門那邊 是 因為我不知道 你的題目 所以沒有做資料搜集 大家可以找回 其實最初 所以這件事 就是為何政府 和地產霸權會 有關係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如何籠絡那幫人 而成為那種的權力核心 或是同一戰線 我們說的 令到政府和商家 是更多的關係 是互惠來的 不是為何李嘉誠 或者有錢人 都變成共產黨員 以前不會的 為何會呢 而英資 慢慢推出的時候 亦都失去那個位置 但是你說英國 英國時候 有沒有一定的官商勾結 當然有 但是問題沒有現在那麼著迫 是不是那麼明顯 以及明顯 以前做都會是暗鉗 現在做到浮沙面 他分得很清楚 以前那個所謂你說的 那個官商勾結 講地產的項目 他通常英資渣電那些 通常是掌控在中環 或者是一些商業大廈 很少是涉及到 我們一標的 深入社區 社區說我們身邊生活 即是分得很開的 所以我們不覺得 那件事是地產白權 因為他就是 在搞商業的部分 就是商區 但是不是了 1997年前後回歸 即是李嘉誠那種坐大 或者你看到八街的事件 這兩天 大家看到那種壟斷 是越來越嚴重 正如你所說 剛才所說的 政治和民生 是不會脫勾 以前一些很政治的議題 現在是慢慢滲入到我們 即是民生 我一般 即是那天好像我剛才 off mic也說 原本我是政治冷感到極點 即是那天 你問我一些很政治的事情 我不懂得回答你 但我都好像切身處地 我是感受到 好像殺到你了 所以我這個戲 其實我可以拍一個 即是獨立電影 是完全跟任何政治無關的 因為我不熟悉 那就可以完全不觸碰這些議題 但我發現 其實我們的社會 真是很有問題 真的似乎拍一部戲 是反映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實 其實反而 即是好像現在的戲 一直持續 都有人買票來看 可能真的 好像很多人 好像我那樣 開始對我們社會 開始關心 開始知道問題 正在殺了你 他自然會對同類的題材 會有些興趣 為何會拍一部電影 叫做《不設防》 即是甚麼燃起你的心 兩個層面 首先為何會想拍一部電影 因為一向我自己喜歡電影 有人喜歡電影 就是買DVD 去戲院看戲 已經滿足到 但我也是半是從事影視製作 有一定程度的能力 似乎可以 不只是看戲那麼簡單 還可以去拍出來 實踐出來也可以 坊間又好像太多短片 你知道每年短片比賽 幾百條片 你上youtube也有幾千萬條片 似乎真的要拍一些長片 長片的定義就是長過90分鐘 理論上去戲院為看 甚至少年 就叫做長片 即是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又不用 你當七十多分鐘 應該可以 即是那些動畫片 迪士尼動畫片 有時七十多分鐘 都算是長片 你買六十多元一張票 就是看這些東西 我覺得拍一個 有差不多的長度電影 出來的迴響 會有別於一般的短片 已經拍了 現在不設防 就是我一生人裏 就是第二套 希望不是還有一套 可能死了 很難說 人生的事 那就遞死了 拍完被人暗殺也不奇怪 這個層面就是 為何要拍一部電影 為何要選擇不設防 這個題材 其實原本沒有想到那麼複雜 搞什麼 又說跟社會要去貼題 忍餘社會 打算拍一個叫不設防 因為我知道 沒有什麼資源 你知道拍導致電影很少錢 現在我拍的是兩萬元左右 兩萬元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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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張大壞也認識 張大壞也認識 賣保險 他以前也做過那個影音社團 所以我以為你認識他 我們經常叫他拍一套紀錄 這些獨立電影 例如張經偉那些音樂人 那些是紀錄片 所以取材於一些現實的 真的拿著機器去拍一個現實 我這個不設防 就是一些所謂的劇情片 只不過他跟一些民生議題有關 但整個電影都是虛構出來 吹水魯作出來的 只不過他有部份的東西 是跟現實比較貼切 但我好像還未回答完你的問題 不好意思 剛才問我 即是為何會拍這個題材 為何這個題材 原本是因為資錄沒有預算 不如小小地玩一下 求其一間屋 一男一女 原本真是想著 搞一些色情暴力 在房間裏面 叫做不設防 不設防 被人聯想到好像 有些情色的東西 對 性愛不設防 這些東西 很無限色情無限暴力 這樣搞這些東西出來 之後我做一條計劃 告訴一些現役的導演 舉例遲下的視頻 都有其中一場就是 崔韻信導演 崔韻信導演 我有講過一個想法 我想拍一些色情暴力的東西 崔導演說 不要搞這些東西 你不如拍一些跟現實有關的東西 因為其實拍一些現實 跟民生有關 跟社會有關的東西 才最觸動到人 反而你搞很多色情暴力 不如看AV 大把日本更加暴力的東西 或者拍得更厲害 我沒有辦法追上他們 倒不如拍香港人的香港電影 尤其是近幾年都很討論 我們好像 因為是SIPA 令到很多合拍片走出來 香港人沒有香港片看 很多觀眾都這樣罵 為何我們香港人沒有香港片看 倒不如我是一個沒有限制 因為自己給錢自己做老闆 理論上又不需要擔心 又不進入大陸市場 又不需要怕會有些 如果說政治的東西 會有什麼後果 只是平民而已 沒有什麼東西 又不是什麼大老闆 那倒不如拍一個 真是對香港人的香港電影出來 讓香港人真的看完 是真的有共鳴的一個電影 所以 將這個想法 由原本色情暴力的 扭下扭下扭下 扭到變成現在 即是不設防這個故事 是跟民生有關的一個故事 兩萬元 即是包括了 拍了多久 即是幾一組 幾一組 十幾組 其實等來這麼說 為何兩萬多元 其實有一些洗費 都不知道可否計算 因為舉例說 因為我自己做製作 我自己買了不少的機器 其實我無論如何都是為我自己開工用 但有部份也是為了這機器而買 但沒有理由計算下去 因為我用完之後 不是一支鏡頭會差聲 沒有了 平時都可以用 現在開工還可以用 又舉例就是我自己的人工 因為我舉例你 如果有人找我拍片 都要負責某個人工 但我沒有理由我自己製作 我自己計算我自己人工在內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做了 有導演、攝影、剪接、茶水、燈光 甚麼都可以我自己製作 如果所有這些東西 我要計算我自己人工的話 其實是可能 不如回到最後說 如果這堆東西我全部不懂做 我要請人幫我做的話 那一大件數 可能已經超過十萬 超過二十萬 所以奉勸那些年輕人 是有興趣真的拍攝的話 其實真的要自己多認識幾樣東西 懂得整個剪接 懂得整個製作的流程 懂得整個剪接 剪接、燈光、攝影 自己也能夠做到的話 這樣就可以節省到錢 那你自己是否想掃錢呢 我自己都有掃是掃主力 就是給演員的人工 因為我自己沒有辦法自己拍自己 沒有可能自己演 就自己拍 一定要請一些比較好的演員 舉例我戲裏面那幾個演員 雖然不是大明星 但是他演出來的表演 是可以跟一些專業的演員 可以有較量的 有些甚麼演員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其中一個就是 男主角叫做新比 其實他就是 現在在友台上做主持 不要說他是哪個台 有聽開網台節目的就知道 因為他都是講一些 是跟政治有關的一些節目 就是聖謙那個 拿了中門的 是的 那位男士 另外有多兩個演員 名字我不多說了 大家可以上網查到 都是一些舞台劇界的演員 所以他出來的演員 雖然他不是做慣電影 但其實很容易 將舞台的演技 改變少許 不要那麼誇張 那就已經可以是 一個電影的演出 是 是 那你現在 你估計會不會是 自己不用蝕錢 即是可以 翻本 我想都很容易可以翻本 因為 因為投資實在太低 我當我自己 我不收到薪金 即是回到本 我扔了出去那塊錢 我回到那塊錢 理論上 其實 頭那兩場 在藝術中心做了兩場 都幾乎是爆滿 那兩場已經回了一半的錢 恭喜 現在就在商業戲院 因為地方漂亮些 銀幕什麼都漂亮些 洗費 要跟戲院去拆張 就相對拆多些 所以現在這幾場 就應該不是回到很多錢 但我相信出了碟之後 就應該那個 二萬多元那個製作費 應該可以回到本 好的 那就最重要是回到本 最重要是回到本 哪製作費 現在這個戲已經計劃好 就在這個 圓方 對 圓方那邊 The Grand Cinema那邊 很漂亮的那間 軍臨天下下面 那些椅子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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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震的 震的屁股 震的屁股 因為這套 真是窄路我們就在那裏看 有沒有震屁股 那時候 不覺的 但我這部戲 有些震屁股的場面 是會大家感覺到那種震蕩 地震嗎 因為有地震 大家看會知道 大家看會知道 因為它的椅子真的 一來也有 一來也有 二來也有些場面 我不要說 就是跟屁股有關的 為何不要說 說吧 因為這部戲裡有一場 其實可以提外說 這部戲差一點 是出不了街的 現在已經是三級 但電檢已經跟我說了 講到明 如果真的要當是商業電影 標準來檢測那部戲 其實要剪 剪完才可以 剪完才可以三級 剪完才可以三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場面 就是因為 電影裡有一個場面 就是一些強姦的場面 但實際上是 自己入場觀看 就是一些同性的強姦 那場戲 大家會感覺到 屁股開始有震動 尤其是坐在原方的椅子 那麼飽 是的 那椅子的震動 是直接震的屁股 有來完全比美到4D 嘩 這麼厲害 是的 開始挖重取重 少少這些 總要的 因為我怕人覺得太嚴肅 不斷說又政治又民生 不如看新聞透史 是不是 順同 怎麼同 你有隱喻有成 有怎麼同新聞透史 但電影本身都是一些 娛樂性的電影 娛樂性電影 尤其是要放在一些主流戲院 The Grand Cinnamon 我聽到有一個很諷刺 有一個這麼繁鑑 劏房 但又在Gram 前面 在那裡放 很壯 是否在深水堡的街頭放 我覺得是尤馬里戲院那類 尤馬官衝戲院 尤馬太子 尤馬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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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所謂art house的電影 不是騙你錢 那些是真的 偽術 是偽術 感覺的東西 很棒 放在一些戲院都是正路的 現在找這些戲院播放 是否比較困難 上次阿昌順順 就比較困難 因為上一次 我不知道阿昌順順的戲院是怎樣 因為我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戲院看了我的碟 看了那套戲之後 覺得有得做 可以試一下 就是The Grand 對 他們看了 試一下做幾場 就是所謂的特別放影 做一下做一下 撕一下幾場 撕一下幾場 慢慢去做 看看煲不煲到一些口碑出來 令到更加多人去看 是 為什麼會不會去尤馬八老匯 我經常覺得這些戲院 八老匯那邊 不知道 他沒有選擇我 為什麼不選擇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過他 哈哈 我覺得尤馬是近了 我不會認識 我不是做這行 希望King Man 這部電影 不設防 不是賺到很多錢 至少是回到本 回到本 最重要 但The Grand的場次 都是夜晚 只有一場 每個星期都是一場 晚場 有時候是星期三 四場都沒有 有三場是星期三 有一場是星期一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場是星期一 很奇怪 還有九點半那場 全部都是九點半 九點半 其中是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十四日 會親臨我們的現場 一起看 是一個Q&A的環節 也會講一下一個題目 就是剛才說的 香港已死 其實主題就是 香港已死 香港很嚴重 香港很嚴重 香港已死 快必會走著這個議題 來講一下 好 多謝你 多謝 大家入場看這部電影 不設防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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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spent voiture 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